嘿,大家好,欢迎回到Shot Adventure来 我相信迟早呢,会有人开始在询问我 他的这个逆转的一个变身过程 为什么呢?因为他从这个盒子包装拆除的时候呢 就是以一个机器人的包装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从机器人变回到交通工具的时候呢 往往会比这个交通工具变到机器人还要难上数百倍 为什么呢?因为交通工具的形态呢 因为机器人能够活动身体的各个部位 所以呢,不管你怎么弄都可以的 但是呢,在交通工具的形态呢,就只有一种形态 所以呢,各个方面的角度呢,必须要调得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卡到每一个位置 他才能够完整的变到机器人的这个车子的形态 或交通工具的形态 而既然这样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他如何的从Optimus Prime的这个造型呢 回复到Pitterbill这个truck的那个卡这个形态吧 首先 第一个要做的是呢 我们先把这个头呢,给回复正面的地方 OK?而造化葫芦,我自己怎么变成是怎么回去啊 首先呢,就要把这个双手臂肩膀的部分呢 往下压下一点 准备的啊,把胸膛那个地方呢,给推上去 但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把手的部位呢,给变身完成 把这个,这一片打开来 把手呢,给拳头给弯进去 收起来 这边呢,也是一样的,把它给收进去 接着呢,只是把这一片呢,给往前 好像是,OK 往前推,啊,这个已经推下来了,好 接着呢,我们就把这个 啪,OK 这个挡风玻璃的部位呢,跟它胸膛啊 这个地方呢,翻开来 分开来 smoke stack呢,这个排气管呢,暂时把它往前推 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胸膛的部位呢 跟灰色跟红色的地方呢 分开来 这时候呢,暂时把这个胸膛的部位往前推一点 方便optimus prime呢,回归原位 接着呢,把这一片呢,收起来之后呢 往里面推 推的时候呢,就顺便的把这里面给推到底了 推到最里面,啊 这个,才是它这个应该有的位置 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卡车呢,只是变不回去 接着呢,只是把这两片这个挡风玻璃的地方呢 恢复,以及这个遮阳板这个地方呢,给压下来 再来把旁边这个玻璃这个部位呢 给回归到它应该有的位置 也就是成这个形态 ok 接着呢,只是把这个两边肩膀这个部位呢 弯下来之后呢,把它往上开始推到前面的部位 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头痛的地方 因为你要把整个这个门板 这个蓝色这边呢,跟红色这边完全对位 才可以 那我们就以旁边这个角度呢 呃,来展现一下 首先呢,是把这个,呃 肩膀这个部位呢 这个地方呢,只是没有螺丝孔的 而背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螺丝孔的 这个时候呢,螺丝孔必须往旁边这个地方 已经,呃,这样就对了 ok 螺丝在变成机器的时候,必须朝外面 接着把这个门板呢,弯到旁边来之后呢 把它给移到前面来 ok 准备的把它给推回去 是的,再次的 要稍微把这个 驾驶舱这个部位呢,稍微移动一下 移动一下 ok,这么一来 它才可以完完全全进到里面的部位去 ok,这样子 准备把它给搬上来了 ok 另外一边呢,是照这个做法呢 也是一样的,把它给移上来 弯到旁边来 这边呢,把它移到这边来 接着把它给挪进去 这呢,手臂的地方呢 把它给提上来 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门 鼻头的地方呢 把弯到前面来 成为一个合起来的一个方式 ok 这么一来就对了 接下来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把这个蓝色这个门板 这个板片呢 给压回去 压回去 ok,这么一来呢 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回复到卡车 鼻头应该有的一个造型 那这个呢 呃 我就暂时先不把它合起来 因为还要 照顾到后面的地方 接下来呢 只是把这个后面这个挡泥板的部分呢 跟背部呢 翻开来 翻开之后呢 再把腰部这个地方呢 整个也拉 起来 ok,分开来 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先把它的脚呢 给完成了 脚的部分呢 脚趾头往上伸 接着呢 这个 台阶这个地方呢 只是你要去动的地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它后面抓住之后呢 台阶这个地方往前推 ok 就可以把它的脚都分开来 之后呢 把它的伸展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 拉起来 伸展出来 尽量的哦 把它的脚呢 给合起来 因为它这个地方 稍微 还是有点松啊 对这个 形态哦 走开 这个地方 把它给合起来 这里 有个扣子 扣在一起之后呢 这个 车头的地方呢 一把一并给弄起来 合起来 应该这么说 下面 上面 接着呢 旁边轮子的地方呢 把它弯回90度 90度的地方 而在这个 红色这个地方呢 有个凸起来的小扣子呢 只是可以跟 车头灯下面这个小洞呢 连接在一起 好的 车头的地方呢 成这个形态了 接着呢 直接把它旁边啊 这两个轮子呢 扣回去 它大腿旁边的这个扣子 让它固定住它的活动性质 接着呢 它整个下盘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啊 画下这个地方呢 往前 弯90度之后呢 把整个车头呢 准备给恢复到 它应该有一个形态了 接着要做的事呢 则是 在变回卡车的形态的时候呢 最令人头痛的事情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要把 它的下半身 以及上半身卡车的部位呢 完完全全 回归到 它应该对的位置 而这一部位呢 则是很多人 会感到头痛的地方啊 那我们就尽量的啊 来来试试看 怎么去把它回归到 在红色这个部位呢 以及下面这个地方呢 有个孔跟扣子呢 这个地方呢 必须把它给扣在一起 那像我讲 它这下面整个 都是能动的 所以这次造就了 它再回归到 卡车部位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啊 不然非常不容易去回归 干脆的 我先从车头看看 车头先回归 到了它应该有的位置 这地方呢 旁边的把给 这里跟 这下面的洞呢 给它扣进去 进去 以及把它给扣进去 像我讲这个呢 这个步骤只是要 稍微的去 动一动 扭一扭 扯一托 OK好 卡一下进去了 接着呢 这个地方呢 确保说里面的洞呢 是把它扣到里面去 它并不会锁紧 但是会扣进去 好 大概就这样子了 接着呢 把后面的挡泥板呢 再次的 弯180度之后呢 后面这部位 把它给回归到 前面的部位去 压下来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给压下来 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个凸起来的小扣子 以及在底下呢 有个洞 这个呢 是要互相连接在一起 这样一来呢 就能够确保说 它的位置是正确的 所以这边 我可能把它给扣进去 OK好 进去了 这个时候呢 好 对了 接着呢 最后的步骤呢 则是把这个门板呢 给弯直 之后呢 扣子分开来 弯下来之后呢 这个 排气管 挑起来 接着呢 把整个 推到里面去 再来呢 则是把这个 驾驶上的地方呢 尽量的把它给压下去 归位到它应该有的位置去 跟旁边这个地方 武器 可以 枪头缩起来 你也缩起来 进了这个是 啊 这一边呢 好 就是你 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给扣回去 OK好 再一次 这个时候呢 把它给扣回去 啊 这个 突起来这一片呢 只是要在这个 蓝色板的上面 所以呢 我们先 这样子 这个角度过去 嗯 嗯 好了 这一边呢 也是一样 从这个 蓝色的地方 角度上去之后呢 把这个地方 这个两个洞的地方 跟那个蓝色部位 那个扣在一起 好 之后呢 我们就看看说 整个卡车 该卡进的位置 是不是都有了 是的 基本上都有了 OK 所以呢 这么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复杂的变身过程 从机器人回归到卡车的形态 来回复到他这个Pieterbilt truck 应该有个造型 是的 再一次呢 这个卡车的造型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点的一个造型 OK 所以呢 希望这个影片呢 能够帮助到你 如何从机器人的形态 变回到卡车形态的一个困扰了